大安文山 就比方說我是大安文山的選民 假設我住板橋我不是大安文山 假設我大安文山選民 我說欸看到蘇恆來拜訪說 這女孩子很可愛很可愛 我就問你還沒條啊 譬如說你沒路人啊 你行動也沒條啊 那你怎麼回答 我會跟她講說 我們台灣現在變成說 不管是台灣的領導人 或者是各個的縣市首長 或者是議員 地方名代 我們常會講嘛 說啊老實講我通通都不喜歡 就是兩個爛蘋果裡面 挑一個不爛的出來就投給他 為什麼最後我們台灣人要淪落到這樣 我們常說我們是民主 可是我們的民主是受限的 因為我沒有辦法說今天我想參選就參選 我的選項沒有非常多 而是我必須在兩個 就是兩個不好的狀況之下 挑一個我沒有這麼討厭的 那為什麼台灣會走到這樣 就是因為大家認為說 就啊我不想浪費我的票 所以我就支持兩大黨 那最後所有的台灣的政治板塊 就是這兩大黨佔據 但是這兩大黨 老實說你當這個黨大了 資源豐富了 一時久了 他們一定會有腐敗的狀況發生 那你新的人就進不去 新的想法新的觀念新的理念 就沒有辦法在這兩大黨發生 那難道我們台灣要一路上就這樣成科下去嗎 那如果今天我們要希望有新的氣象 新的未來新的觀念進來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把這一票支持 我們真心想支持的那一個 而不是說我怕我的票浪費 票不會浪費 當你投出這一票的時候 代表的是你心中的信仰跟價值 所以我會這樣跟他講 確實啊 因為我也講過很多次 我說選舉 我說選舉 不能夠是 變成討厭國民黨 跟討厭民進黨的對決 選舉是 你喜歡這個人 你認同他的政見 你票就投下去 過去很多研究就發現 台灣的選民太聰明 什麼叫太聰明 自己會分票 自己在算 說這叫策略投票 我這票呢 我本來要投給舒衡 但是呢 舒衡可能不會上 那林毅華好像會上 那我投給林毅華 或者反過來 搞不好到了 這個2020年選舉前 舒衡的制度起來 又有人說 哎呀我本來要投給林毅華 但是投給林毅華 萬一他沒上怎麼辦 我就投給舒衡 這種策略投票其實是很快的行為 但是這台灣選民太聰明了 這麼多年的選舉 他們已經很有經驗 自動會分票 就我覺得我這票應該要投給他 像我們那時候有在講說 就是做民調的時候 不是有在國民黨做民調 大家就想說 我應該要打支持誰 然後來變相支持我心目中的那個候選人 沒錯 自己都有策略 有人就講嘛 說如果國民黨做民調 勝出的那一位啊 有很多其實是民進黨在灌票 那反過來民進黨做民調 勝出的那一位也是可能難贏的人在灌票 認為說這個人比較好打 我就支持他 所以台灣的民調啊 做到後來啊很難做 因為這個受訪者或選民啊 這個想法實在是太過於聰明了 對很多盤算 所以實際上 是不是我真心支持這個候選人 我覺得是個大問號 那你跟 如果 因為選舉嘛 很多時候選民就是從口才 嗯 從親切感 親切感來看啊 舒衡的親切感大概沒什麼問題啊 口才的部分我們這樣聊 也覺得他 這個講話 然後各種思辨啊 非常的符合邏輯啊 嗯 那如果有機會 你要跟范宇文或林立法辯論 你會不會擔心 他們兩位開玩笑 二十年前在台大就是風雨能舞啊 我不會擔心的 但我也希望可以跟他們辯論 因為 對我覺得大家說我們是 就立法委員是地方的民意代表嘛 對 但是我覺得其實立法委員 也影響到了兩岸之間的發展 嗯 也影響到了台灣的整個整體的民生 是 我覺得這個對台灣很重要 但是沒有人會好好的辯論 大家都是 網路上罵啊 就統獨啊 對啊 搞到這個都是統獨啊 對啊 但是我講那沒那麼簡單啊 但是我必須講啊 統獨都是假的 對 我所謂的假就是說 你說統 不會現在馬上統 你說獨 民進黨完全之正你也不獨啊 對啊 而且 不管你要統你要獨 台灣如果實力不強 台灣如果實力不強 你講什麼獨 你根本就不是人家對手嘛 對啊 那台灣如果實力不強去統 也難看啊 就是 我跟你講 過去很多台灣人 有些台灣人他不支持統 是因為他覺得大陸窮嘛 我怎麼跟你統 對 可是後來呢 當這個大陸富強了 有的台灣人說 我不要跟你統 因為你不夠民主 不是不夠民主 不夠民主 是他的說法之一 如果他跟你統 覺得 哇你現在都很有錢 都看不起我們啊 我 我以前跟大陸做學術交流 那他們都覺得說台灣 不管是研究方法啊 媒體發展啊 都很進步啊 都很尊敬台灣的傳播學者 現在不是 你現在我跟大陸做這個媒體交流啊 你講到各種新媒體啊 這個電影發展 他現在比台灣強 對 然後 開研討會 有一次啊 大陸的研討會主辦人在跟我說 欸賴老師 歡迎多來啊 我們這裡別的沒有啊 經費很多啊 哈哈 我聽了 因為 我當過系主任嘛 那當系主任我們就要張羅前辦研討會 然後就很辛苦啊 這個東木西木木的幾十萬台幣喔 可是大陸現在他就是 有錢 那有錢難免有的時候就會有一點價值 對 那有的台灣人也怕說 我幹嘛去那邊看你的臉色 所以台灣人 不 不統或者暫時不要統 他的理由其實很複雜了 對啊 那個心態非常複雜 但是 我覺得兩岸之間的狀況 不可能永遠維持現在這個樣 是 我們一定要找出一個 對台灣未來發展最好的那條路 沒錯 對啊 那我覺得這個時候 其實大家都可以來辯論啊 因為 我沒有針對他們個人 但是我純粹就他們政黨立場來看 嗯 國民黨是 不敢談 不敢講 那就慘了 你都不談不講 然後每天高喊著 喔我們一定要中華民國統一中國 嗯 那你要做啊 是 你要告訴我你如何達到中華民國統一中國 這件事情 等一下等一下 不好意思 舒芬你剛剛講的這句話 說國民黨喊著要中華民國統一中國 我很久沒聽到國民黨的朋友講這句話 我 國民黨現在講的都是愛台灣 有 羅志強我還聽過他的差異 羅志強例外啦 羅志強是高舉中華民國大旗 對 可是有一些國民黨的朋友 他們連中國 國民黨的中國兩個字 他都想拿掉了 對都不講了 我們就是國民黨啦 對啊 那不是更慘嗎 那你跟民進黨的差異化又在哪裡 那你說 好 雖然我剛剛講 統獨在台灣其實都是假議題 台灣唯一的議題就是 讓中華民國壯大 這才是真議題 對 那可是呢 雖然是假議題 但是選舉會不停的發酵 比方說 假設蘇恆在大安文山情跑地方 那可能又有人講啊 你們這個統派 我們現在沒有要統 統派的不要來了 你怎麼去變 我會跟他講說 好你覺得我們沒辦法統 那你覺得台灣的未來要往哪走 那一定他就跟我講 我們要獨立啊 或者是我們要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啊 那當然獨立我就會跟他說 那其實你應該跟蔡英文說 叫他趕快讀 就獨啦 對啊你行政立法 通通都在你手上了 你還在等什麼 因為你現在你總統很獨立 我相信你的立法院不會跟你說 喔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立法院民進黨掌握啊 對啊那所以一定沒問題 絕對一路過關嘛 如果蔡英文總統喊台獨 就直接講要推動台獨了 我會比敬佩 這個彭寧敏教授更敬佩蔡英文總統 雖然我還是講 我覺得獨這條路很難走啦 但是如果蔡英文總統敢這樣大方的講 他講出來 因為他現任總統現任元首 那不像彭寧敏教授 當年只是教授 那就更厲害了 問題是沒有喊啊 對啊你看他的任期已經快結束了 人家說大家再給他四年 那也是明年投完票 投票才知道 這一任快結束了 對這一任快結束了 那你現在不做 你這麼相信你明年1月11號 絕對是你嗎 那這也很奇怪啊 如果我是他我真的有這麼大的抱負 我一定要讓台灣獨立 我一定要趁我現在能夠做的時候 趕快做才對啊 所以我就會跟對方講說 那你應該要跟蔡英文說 你應該要求蔡英文 你壓力在他身上 不在我身上 那如果說今天他是跟我講他要維持現狀 我就會問他說 那你覺得這個現狀要該如何維持 因為現在很明顯現狀已經改變了 一直在改變 現狀永遠不會維持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統跟獨之間要挑一條路出來 那唯一能夠維持我們台灣現在所有的生活方式的方法 就是去跟大陸談一個台灣版的一國兩制 現在不行啊 現在民進黨或者綠營的立場說 你去談就可能賣談 就是國安法 任何人去談都是 就是說你沒有獲得政府授權 你去談就違反了國安法 那可是政府自己又不去談 私底下有沒有談我不知道 但是表面上沒有 對啊 但是你還是得談啊 這種事情你不能說 因為今天我害怕被抓 所以我通通都不能講了 我就噤聲 我覺得這對台灣發展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們就算今天我們在推動我們的理想 我覺得今天就算我們可能會有點危險 但是這種該說的話我們還是得講清楚 確實 而且我也沒去談啊 我是希望政府去談啊 是是是 我要強調啊 就是在台灣內部啊 沒有什麼人會去賣台 我之前寫了一篇文章 講那個明朝有一位大將叫做袁崇煥 嗯 袁崇煥啊是這個幫明朝啊守護 北疆守護的最好的 那後來呢 明朝的這個朝廷跟皇帝就聽信謠言 中了反監計 以為袁崇煥要賣民 賣掉明朝 就把不是殺他而已啊 是用這種臨詞的手法 而且當時候 北京城的人都以為 袁崇煥真的是跟對手勾結 很多人衝到刑場 咬那個袁崇煥身上的肉 那袁崇煥是什麼時候被平反的 他一直到清朝乾隆年間 因為當時就說他跟這個本來的後金 就是清朝的前身有秘密協議嘛 那清朝的人就知道有沒有啊 根本就沒有啊 那也是過了 你知道被平反 是過了142年才被平反 那但是你看明朝已經滅亡多久了嘛 所以我覺得 隨便去指控別人什麼賣台 我覺得這個是 反而是造成台灣內部的 對立跟分裂而已啊 但是民進黨可以得到利益 那個選票上的利益啊 短期的利益而已啊 這個叫短多長空 因為他的結果 是我們很不樂見的